我们现代的人都喜欢养一些猫啊狗啊什么的 但是你知道吗 在那个时候的唐朝贵族则是喜欢豢养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来为他们助兴 这些人就是空伦奴、辛罗碧和菩萨满 大家好,我是北派说书人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缺的有用 唐朝贵族的奇葩爱好 请诸位看官做好看好关注好 先上茶 话说这大唐时期啊 茶埃城可是当时全世界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啊 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近一点的诸如什么啊 突厥人啊、回鹤人啊、吐蕃人啊、高丽人啊 远一点诸如秋辞的列苏特人啊 还有波斯啊等等的 但是这里还有一批特殊的人 他们就是昆仑奴、辛罗碧和菩萨满 或许人们对这些人还是比较陌生 但是在当时的唐朝啊 那这可是有价无事的存在 首先这里的昆仑奴不是字面的意思啊 不是说什么昆仑山下的人 这昆仑奴是当时突厥语当中指的是黑色的意思 据记载啊这昆仑奴呢 应该是指东南亚一带皮肤优黑的尼格利陀人 和随着阿拉伯人顺着丝绸之路过来的非洲黑人 从一些唐朝壁画上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出来 这些昆仑奴呢多为上身赤裸 身着呢短裤 头发卷去 嘴唇稍厚 面旁较宽 身体比例比较庸称 个子不高 这活脱脱是一些非洲土著人打扮的模样 倒是印证山海京大洲对于昆仑山下 也就是埃及南部的部落的介绍 这昆仑奴呢擅长歌舞 且颇有音乐贴富 更有那个善良忠诚 在唐朝的时候是贵族们彰显身份 取乐的重要存在 不过这里有键盘下就兴奋了 会认为这和当初的欧洲殖民者有什么区别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这些昆仑奴在唐朝啊 那可是待遇优厚啊 吃香的喝辣的 虽然身份低了一点 但是却比当时的唐朝国民身份高的不是一点半年 除了昆仑奴之外就是新罗币了 不错 这个就是字面的意思了 熟悉历史的我们都知道 在唐朝的时候 在朝鲜半岛上一度有三个国家 其中就有一个叫新罗了 唐朝为其宗主国 而新罗币就是新罗过来的币女 都说朝鲜出美女 不错 这些新罗女子都很漂亮 重点是他们乖巧又能干 很会伺候主子 可以说是唐朝时期的非忧 在当时那可是知名的品牌 幻扬几个新罗币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接着就是菩萨麻了 据传这菩萨麻是来自于 那个唐朝时期西南方向一个少数民族 为几千年了羌人的后裔 传说这一支后裔曾经建立过一个小国 叫做女蛮国 是西游记当中女儿国的原型 据记载啊 这菩萨麻全身震满宝石 长大那个是美艳无比 晒歌晒舞 那个时候在我国古代 对菩萨充满了敬畏 而这其中有位菩萨麻 敬莫处子的气质 而且在这里的菩萨麻 就是形容那些女子 形似菩萨的气质及美丽 而在这里的麻又有小麻药的意思 而是更显娇灭 我们知道唐朝诗词盛行 通常以美作为诗词的诗乐 作为美的代表 所以这菩萨麻就成了后来的词牌名